大家好,今天味道非常适合小孩子吃的菜 丝瓜洗净去皮 丝瓜分三蛋,切成长条 青红椒切成块 准备四五颗大蒜,从中间切开 虾子去头去壳,剥成虾仁 虾仁从背上划开 锅中倒入食用油 倒入虾仁翻炒 变色后捞出 虾仁翻炒,变色后捞出 再加点食用油 加入大蒜炒香 倒入切好的丝瓜 倒入切好的丝瓜 加入青红椒 加入一小勺盐 倒入炒好的虾仁 倒入炒好的虾仁 最后放一点葱蛋 起锅装盘 一道清淡营养的虾仁炒丝瓜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